大家好 1635725 从福建近江到河南方程 到几百平方公里的板桥水库溶水区域 就所谓的库区啊 从8月5日开始的72小时内 六七八啊 所有的指针都向着一个方向 板桥水库随平啊 顺有个地儿叫李随是吧 就这个随天随人院的随 玉南驻马店平原 这里居住着一千万的人民 以及数不清的生灵 毫无准备的防守 台风带来的数以百亿吨水计算的云 一股脑子将数以百亿计立方米的水 汇拢在自浮牛山渔脉 至铜柏山脉之间狭长地带 进而在坡级地降 坡级地降啊 越来越低的海拔高程中 加速向驻马店地区流动 然而淮河任何一个可以驻坝的地方 都已经构筑了蓝水大坝 加上平原地带的积水的顶台 这个作用顶和台啊 淮河上游聚集了令人可怕的水能 这有一个照片啊 大家看一眼 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 从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 至8日凌晨1时 最高水位117.94米 设计最高蓄水位110.88米 这已经超过了最高蓄水位啊 实际蓄水位超过了6.7.06米 超过了7米多了啊 暴雨已经让它承受的洪水总量为7.012亿立方米 本来它的设计库容是4.92 已经超过它那个最大容纳能力的2亿多吨了啊 而上游逐渐崩塌的小型水坝 以及净流的汇聚 净流就是河流嘛 主流叫净流啊 致使洪峰流量达到1.7万立方米每秒 每秒钟啊来水就有1.7万吨这么多的水 是板桥水库设计最大泄量 往下下游泄洪 它设计的是1720吨每秒 这个是17000 整超了10倍 整超了我看 他说100倍 他说100倍 1万多 我看是10倍啊 三次只有少量喘息的强降雨过程 终于酿成了弥天大祸 8月5日的14点到8月6日的0点啊 大概10个小时 第一场暴雨持续了10小时 当日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水量为448.1毫米 最大一小时降雨量142.8毫米 而按水库千年一遇的河孝河孝正 校正校准啊 校合核准标准 最大日降雨量是306毫米 板桥水库的水位迅速上升到107.9米 已接近最高蓄水位 所以你看 这两天郑州 郑州说他是千年一遇 5000年一遇 那他的那个哪有这么多 对不对 人家板桥这个 日最高448点多 是吧 最大一小时142点多 郑州的哪有这么多 而且你说什么 千年一遇 5000年一遇 古代有任何水文资料留下来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没评没据 你就是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就是掩盖你们的罪恶 对吧 你们就是有错甚至有罪 该承认就承认 别跟着躲躲藏藏 遮遮掩掩